好興奮啊 我和Yoyo都是超級開心 因為現在店舖真的整齊了很多 如果大家最近有上來應該都會看到 我們兩個其實之前是完全不知道 是有IKEA for Business的一個室內空間規劃服務 亦都可以幫忙去處理、規劃 Hello 大家好 我是Jimby 還有Yoyo 今天看到Yoyo就知道我們在店舖 加熱了 聖誕時我出過一條影片拍到店舖好像很漂亮 哇 超乾淨啊 有報紙在聖誕時 好像很空間 但其實在店舖平日營運起來的真實狀況 都是混亂 因為我們其實Storage不是很久 我們主要的貨物就放在這個小小的倉 外面的位置一翻貨的時候 都會堆上紙箱 或者一些想不到放在哪的東西 我們就會見逢插針的撕撕撕 還有因為我們有個窗台 剛才有個窗台不太好 我們把所有東西都放在那裡 所以有時候做些東西上來又不方便 還有整體感覺又好像很混亂 所以我們終於下定決心了 進行這個混亂店舖大作戰 今天就和大家在這條影片中 一起見證著我們店舖的大改造 今天是Day1 現在馬上看看店舖的混亂情況 首先我們看看Counter旁邊 就是一個我們的Pick-up區 就是一些很想來門市拿衣服的客人的貨品 我們就會放在這裡 用一個紙箱 這塊布其實底部也是一個我們翻貨的紙箱 下面也是一些翻貨的紙箱 首先這個就是一個紙皮屋 露天的紙皮屋 進來這裡也是有些布 用來遮蓋紙皮箱 接著就到貨倉的部分了 其實我們剛剛搬進來的時候 只是弄了這邊的貨架 但是因為貨品經常會滑下來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些這樣的膠袋 令到它好像一格格一樣 但感覺都不是太整齊 有時候的衣服我們會這樣塞進去 就眼不見為正 來到右手邊這邊 就是一個之前在家裡搬家的時候 不要的架就搬到這裡 我看它也有一些小櫃桶 好像都可以載一下東西 但其實這個倉這裡不太夠位 所以其實也不太夠位 拉一個櫃桶出來 會卡住了 打算不要浪費 變了不太合理 然後這邊也是一些貨架 上面其實有一個拍照用的燈罩 然後這個也是拍照的燈罩 我們就隨便放在那裡 下面就是一片混亂 總之有位置就放東西 而且也是那些翻貨的紙箱 都用來製造的東西 在裡面其實也是一些比較混亂 而且也是有時候 在這裡就找一個膠櫃桶回來 在那裡又找一個架回來 粒粒的堆在後面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有位置就會放進去 就不太知道東西放在哪裡 所以也想好好整理貨倉 本來搬進來的時候 有想過那個倉可以有些位置 給員工休息 或者放屍的物品 但最後也是一片混亂 好 看完倉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去這間店面的部分 其實店面的部分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回舖的時候 會有很多紙箱堆在這裡 我們沒有足夠的充電 去放一些回來的衣服 或者一些未補充的衣服 就這樣會放在舖中間 很多箱的部分 我們為了遮充 有時候會用一些布 蓋一蓋就算 那就沒有一個很好的修藍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工作桌 其實在裡面的位置都可以坐 但都是空間的限制 完全浪費了裡面的椅子 會覺得又混亂又擠迫 旁邊其實這邊就是一個窗台的博位 我們看到有位置 我們是要放一些雜物 還有我們訂了的紙袋 沒有位置都放在這個位置 也是很明顯看到 揭開了窗台這邊的窗簾 哇 充滿了雜物 看到一個疑似爆瓶的 Yoyo說是用來裝水的 哇 漏斗 還有有時候我們在這個位置做事 又搭不充滿椅子 我們又再買一些圓椅 然後有時候有些東西要拿的話 因為這裡沒有任何櫃的櫃 我們又走回到倉裡拿 然後用完東西就再放進去 變成就不太方便 不太遷就手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打算改善的地方 現在舖面的狀況一片混亂 因為我們把窗裡面的東西搬出來了 看看我們把所有東西都清掉了 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的狀態之下 其實挺乾淨的 我們日文完結了 明天就會把一些不要的東西清除 後天就會組裝 今天是日文二 主要我們的任務就是 清掉一個窗裡面 看著貨架搬出去 迅雷不及掩耳 太快了 我們以為會拆開所有架 但是直接整個搬走了 它有一個太高 它就沒有扭螺絲 但是它用一個鋸就這樣鋸斷它 然後就送進去 店裡還有一些其他東西 例如藤架、桌子、叉燈之類的東西 我之前就有post過Story 問有沒有網友想要 或者可以來這裡免費自取 所以很成功地找到新的好主人 去到 E-Yo都收容了一張桌子 明天就會正式裝了 我們大概已經知道是什麼樣子了 因為之前我們是可以online 跟E-Yo那邊的工作人員、設計師那些 討論一下店鋪會怎樣做 就會有些計劃給我們看了 不過最適合我們店鋪收納需要 以及將東西分活別類的一個計劃 很漂亮的 所以大家正期到明天了 日三 早安 今天來到日三了 早安 暈亂中工作的 怎麼用 我們昨天最後拖一拖地 那個床 因為難得清一些 我昨天好像人家的小學生去旅行 因為太興奮 我昨天全部都睡不著覺 其實我昨天回家做完事 然後我1點鐘就上床 完全靜止閉目 然後我閉著眼睛去到2點 我突然睜開眼睛 我發現自己還沒睡 那我又睜開眼睛 然後我一直等一等 然後等到天亮 我睡覺都還沒睡著 現在我們就等著 Mikia的師傅來幫我們裝的 哇 已經暈到了 啊 現在已經弄了一部分的櫃了 現在在清理東西出來 開始看到窗台位了 我發現那個劍縫插針 真的沒說錯了 是連縫的最盡頭 都塞滿了我們的紙袋 現在是晚上的8點半 我們由今早早10點開始 來到現在 師傅一邊裝東西 然後我們一邊收拾東西 有分門別淚 雖然是有很多紅幫手 但都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決定先吃飯了 我們吃水 我不計算飯 那第二天再繼續 終於來到After了 好興奮 終於可以拍給大家看 對啦 我和Yoyo都是超級開心 因為現在 店舖真的整齊了很多 如果大家最近有上來 應該也看到 我們兩個 其實之前是完全不知道 而現在家師 是有這個 IKEA for Business 室內空間的規劃服務 它是專用商業的客戶 即是任何類型的商業空間 他們都可以幫忙去處理 規劃 就好像我們這樣 就是一個時裝店 幫你想想家師 風格 整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首先 它會先了解我們的需要 我們最大的空間規劃 問題出到哪裏 有什麼想解決 或者需要什麼 在這個初階段的過程 其實全部都可以在網上搞定 你不用特地去門市 或者約出來見面 可以就這樣 網上跟他們 IKEA for Business的團隊 聊到 然後設計師 就會跟著我們需要 出一張平面圖給我們 除了解決我們本身的問題 還會剛才說過 有些風格 有些傢俬 有些傢俬的建議 整個過程 你真的會覺得很輕鬆 因為是有專人幫你 選擇貨 訂貨 和安裝 都是搞定的 如果大家的辦公室 或者店舖 都好像我們之前那樣 很混亂 又想不到一個出路 解決方法 也可以找他們的諮詢 試試找他們幫忙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馬上看看店舖的環境 我們首先來看看 倉的位置 其實現在 就這樣看 覺得很髮色 很整齊 因為我們這邊 全部都是做了 一排排的櫃 要裝我們的貨 櫃有一個優點 就是下面 有一個拉櫃筒 所以拿東西都非常方便 我們現在就會裝一些 我們自己同事員工的 一些袋 私人物品 或者一些雪梨紙 一些包裝上的東西 就可以放在下面 上面就集中放一些 沙媽貨類的東西 拿的時候 都非常方便 就這樣抽出來 我們就可以 看完所有的貨 進用了整個空間 因為它忌忌陷的 配合下去 前面這個櫃 我們就留了一格 就可以用來裝電腦 其他這些 都是忌忌陷的 收納盒 都可以放一些 我們常用的貨 經常都會拿的 然後這裡窗台的位置 完全沒有適合 現在還可以坐 真的覺得很開心 我們特地弄了兩個座墊 平日入倉也有個位置 休息一下 旁邊也有加了兩個收納櫃 可以分門別類 放一些我們寄賣的貨品 包裝的絲帶 還有一些備用的衣架 燈罩 裝飾品 這些都可以分門別類 全部收納好了 隨便坐椅子 很方便拿上面的東西 好 從一個倉出來 大家記得本身是怎樣的 是有些紙皮箱 然後布蓋著 現在終於不用遮蓋了 那就變成一個矮貴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飾物架 客人可能臨走之前 或者在櫃桌 給錢等的時候 就可以看看這裡的小飾物 可以配襯一下 下面的櫃桶 也可以變成我們收納貨存的一個收納空間 好方便 這邊也可以放一些小雜貨 寄買貨品等 在進入一個主要空間 之前還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我很喜歡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我們 小小休息 喝水的空間 它有一個小小的矮櫃子 下面可以裝上紙杯 茶葉 我們可以在這裡泡一下飲 沖一下茶 也可以 接著來到店鋪的主要空間 本身下面全部都是紙皮箱 現在就變成很漂亮的地櫃 地櫃上面我們還增加了一些收納盒 就可以把所有貨品 很盡用這個空間 放好 這裡都是一些托櫃桶 要拿貨的時候 都非常之方便 收納盒也可以拿出來 打開就可以拿到 好 接著來到這一邊 也是用剛才的原理 變成一個綠色的地櫃 我都覺得現在加斯他們的設計師都很好 他們就會配合我們店舖本身的風格 因為店舖本身也有很多藤和木色的東西 這個櫃我們主要是放一些拍攝用的鞋 裡面都放了鞋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窗台的空間都盡用了 這邊全部都做了一些拍窗台的櫃 都是非常適合的 而且櫃門都很漂亮 完全配合這裡的風格 裡面我們就裝了 之前沒有位置放的一些鞋盒 紙袋 因為紙袋其實都很佔空間 現在可以全部收納在裡面 一些淋花用品 日常我們會用到紙巾之類的東西 都可以收到這裡了 然後這邊的櫃頂 還可以放一些裝飾品 前面大家看到一張圓桌 因為這個位置 我們平日的班貨都會做一些QC 包貨 有一張大的桌 我們摺衫都會比較方便 旁邊的櫃都配合我們的需要 就會放一些吊牌 包裝袋 文具 寄貨用的袋都很整齊地收納好了 另外因為店鋪已經好好收納了東西 所以整個空間感覺大了很多 所以我們特別選了一張 都是藤的長椅 就放在中間這個位置 有時候可能男朋友陪女朋友來 可以在這裡等下 又或者客人可以放下手袋 等朋友試衣服又可以在這裡休息一下 下面還有一個收納空間 可以放在我們平日拍攝用的腳架等 都可以收納在裡面 YA!我們的店鋪圈就結束了 大家覺得前面和後面是不是很大分別呢 其實那個收納空間真的進步了很多 還有我們的貨品Display 平日日常工作的效率 也都大大改善了很多 IKEA for Business 這個一站式的收納空間規劃服務 真的幫我們省了很多煩惱 輕輕鬆鬆就可以收納好所有東西 大家有時間都可以多點上來試衣 看衣服 還有有興趣的話都可以試一下我們這個服務 好多謝大家收看這條片 跟我們一起經歷了店鋪的大變身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條片 зачем舔電話 我們下條片